各位观众朋友 11月的行情请注意热闹了 首先11月的第一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紧接着 连准会要公布到底降不降息 然后要公布非常重要的财报了 不仅仅11月热闹 最近美国的选举行情更热闹 来带您看到最新的民调 11月15号之前 很多的媒体民调 贺锦丽的民调 还稍稍抄前川普 但是今天最新 我们举这三家最新的民调 首先Polymarket 这个是加密货币的预测平台 他说最近从压住的状况看起来 预测川普胜率 川普入主白宫的胜率 已经高达了63% 远远胜过于贺锦丽的37% 现在压住川普赢的资金 还在持续的增加 另外这是英国的经济学人 预测川普胜率 今天最新是54% 同样压过了贺锦丽 45% 它的重要性在于 8月以来 每一次做的一个民调 似乎贺锦丽都占有小小的优势 这是第一次川普超越贺锦丽 另外这是英国的每日邮报 他们说就选举人团而言 目前川普赢的优势 已经远超于贺锦丽30%了 于是这些民调的结果 慢慢的反映在最近全球的资金上 首先刚刚提到的 美国十年级公债的殖利率 最近在飙升 飙升到了三个月以来的高点 然后黄金的价格 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 有人现在看到了3000块钱 目前最近是2754 还有美元 美元最近也还在持续的飙升 舒芳老师请您上台来 这些市场把它归类叫做川普交易 我想问好几个问题 先问第一个 为什么选情最近大逆转 好 那很简单 在最近里面来讲 美国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譬如说Mask去帮川普助选 有没有发觉到 给好多钱 而且他们那个是合法的 合法的撒钱 那没有办法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美国其实是英雄主义者 那因为最近的贺锦丽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问说 那我如果选你 你会跟拜登有什么不同 那贺锦丽不肯切割 不肯切割就算了 那拜登还自己在那边讲说 如果我出来选 我会选得比贺锦丽好 你觉得这是死丑后腿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 最终就是贺锦丽遍到碰到了 本来大家把拜登换下来 就是觉得拜登不好嘛 结果你现在里面又遵 整个一个拜登为首 他很难 他还是必须要依靠民主党的力量 所以他也没办法完全 可是那问题是 摇摆州的人的个性是很汉的 你用这种方式 那就不对了 民主党增加军购的费用 在以色列的部分 就高达179亿美元 以色列为什么不用买 你说给乌克兰我就算了嘛 因为乌克兰基本上而言呢 他就是比较没有钱 可是以色列连他们的武器 他们都送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就会有一点点 开始那种不开心 你知道不开心的一个情况之中 的一个产生就会在投票上面的意愿产生的变数 那第二件事情在飓风就冲击了摇摆州 冲击哪里呢 摇摆州里面 乔西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 200个人死亡 那川普在那边散动 你看他们会做什么 什么都不会做啦 飓风你看飓风都不挺他 对不对 然后死了200个人 这种天灾人会对执政党就比较不利 对就就如此 然后另外部分来讲 如果说贺锦丽在移民的政策上面 跟中东的问题上面 完全是走拜登的路线 那他们受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你看 整个一个所谓的川普 川普的移民政策很坚定 他就说我不可能 然后呢你看如果让这些非法移民进来 东西被什么什么吃掉 他什么话都敢讲 那因为美国 尤其这些摇摆州 他们基本上蓝领阶层的蛮多 他们的工作被墨西哥人那些抢的蛮多 而且拜登有个问题 拜登的一个问题说 我举例好了 假设驻华 你是用合法的方式移民到美国 你花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或是你用投资的方式 投资美国采取的美国公民权 你花了五年的时间 那如果是拜登呢 你这偷跑进来 偷跑进来 你在美国里面来讲深耕 某一个时间点我就给你合法化 你会受得了吗 不公平 对他会觉得不公平 所以他在移民政策跟中东问题上面 贺锦丽一直在摇摆 他都说他可以解决 可是事实上他就不能解决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拜登切割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就担心刚刚说的通膨在一起 通膨在一起就不可能降息 你想太多了 川普如果是这种人 你可以用合理的逻辑去做解释 不可能 大家还记得吗 在整个一个所谓的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其实通膨没有很大的问题 通膨很大的问题是在拜登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 他整个川普要选第二任总统的时候 他就说你包了给我降息 没有通膨照样降息 所以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个 这一次川普就说了 我如果上来第一件事情 FIRE包了 你给我降息就对了 所以他的立场是偏割的 对所以你刚才谈到债券的一个问题上面 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要拿正常人来看川普好吗 如果看正常人来看川普 你就不会是有川普交易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说他上来 第一件事情就降息 那不会有通膨的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 你看因为现在码头工人罢工 薪资就调高了对不对 可是你薪资调高 其实你是有消费力的 那再过来 我请问你油价会回升吗 大家都说他上来 通膨问题油价会回升 你错了 你不要忘记 他幕后最大的金主就是石化业 所以我就很难讲 所以当心通膨的一个上升 所以就不会去做降息 我告诉你 如果川普把那个包尔直接file掉 一定找一个听他话的人 我们再来看下去 我先跟他讲 总选举票 总选举票还是贺锦丽小姐赢 但是摇摆州里面来讲的话 就很麻烦 可是这次是拼摇摆州 对就是拼摇摆州 摇摆州目前大概有六州 我统计到10月15号 大概有六州是已经川普赢了 到底现在局势等一下 等一下起降会告诉你 我们来现在看看第一个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最近里面包为什么 各国的民族主义里面都非常的盛行 所以他只要喊出美国优先 那票就一直增加 然后那个Mask出来这样跳跳跳 那民调也上来 所以整个国家利益摆第一 他们真的觉得我何必为了国际正义上面来讲话 帮你们这些弱小的国家 所以他说他上来什么以色列问题跟乌克兰问题一天内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他主张的部分 他没有在管理什么经济不经济 他就说我就是要弱势美元 那增加出口的竞争力 那另外部分他会提高关税 所有进口美国的一个部分来讲话 都会其实真正的一个通膨的压力在这里 所有进美国进口的产品磕百分之十 其实我为什么 我说选股很难 所有美国进口的产品关税百分之十 所以他要made in American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然后再过来只要是中国的呢 百分之六十 你说那这样子我们有转单效应啊 你想太多了 因为已经打太久了 四年加四年打了八年 该有转单效应的都已经转单效应了 然后再过来呢 你知道那个Mask为什么在那边挑 只要赚那边有多钱 他说只要中国绕到墨西哥 或是其他人生产汽车 科增百分之一百汽车 但他Mask没想过 他是不要电动车的 那之后很奇怪 所以而且在这种最近里面 大家在选股为什么会很难 如果是川普交易的话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抓得到 最近美国一个礼拜的一个表现 支持传统产业石化业 刚刚就讲 那个石油的嘛 石油就是他的一个金主 国防军工 他说那我们台湾国防军工好 没有 也就是说他告诉你说 以前的拜登是说 你自己做 你自己防卫 川普说我保护你台湾 给我钱啊对不对 那给他钱的过程中 跟你自己做 要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钱又那么多的时间 哪一个块 对不对 当然就是给他钱 所以这个国防类 我们可能也会产生问题 那航空个股里面 也本来就是他的一个金主 所以他有没有 最近里面大家是奢侈品 又开始很好 大家知道航空 我们以前都经济仓的比较多 对不对 现在是做商务仓的人增加 我说增加率 成长率是比较高的 那金融股 金融股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好 因为呢 川普投顾啊 他要他上 他就是上 他要他下 他就是下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那就很简单 你只要听他讲话 上买 那所以金融个股 那基础建设 两边的基础建设就不一样 像拜登 他可能就会去讲所谓的一个 充电桩嘛 可是他们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建设 光纤网路 这个所以最近我们 他光纤网路强的原因 就是这一个 那其他的部分就不太一样 那生计刚好相反 也就是说 整个一个拜登 他是延续欧巴马的 全民健保的一个方式啊 那川普可能不准 不要全民健保 他说我要提高药价 所以这个部分的生计 有些会得力 有些会受害 那另外部分 扩大中美贸易战 保护美国企业 那这个部分跟我们台湾的关系就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里面 大家一直探讨台积电到底会如何 就是来自于这一点 也就是说 你呢 我刚才讲说 任何的东西 假设你不是在美国设厂 你就是要磕10%的一个关税 好那我现在问了 你没有在美国设厂 然后在中国大陆是60% 如果我们在台湾接单 中国设厂拿回台湾再卖到美国 怎么算 磕10还是60 怎么算 你现在听懂我意思吗 你怎么算 你是算10还是60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那换句话来讲 没有争议的只有一件事情 到美国设厂 那到美国设厂 那到美国设厂的过程追踪里面 因为刚刚有看到 科征汽车的一个部分 绕墨西哥去科100% 所以它会有利是 美国汽车的生产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 美国汽车对第四季的展望性 是不错的 德宜明明看不好 为什么长 今天大家在讨论中 德宜说我第四季不好 那为什么长 因为德宜有一些是车用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会有利于美国汽车 我不是写电动车 美国汽车 还有什么 美国钢铁原物料 也就是因为你汽车 你任何东西你要卖到 像我们台湾 如果你要卖到美国 10%拿来 对不对 那在这种过程中 可能就会有利 那你说会不会一定 转当到我们台湾 那就不一定了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他补助美国企业 这个部分我告诉你 为什么英特尔要马上宣布 我跟韩国三星合作 三星要马上就拥抱 今天的韩国股市里面来讲 有反应 那我就问你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因为呢 英特尔一定是未来最大的受惠者 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台湾里面来讲话 整个补助的台积电呢 大概六十几亿美元 贷款五十几亿美元 但是英特尔他拿更多 可是那个川普就说 你呢台积电赚我们美国这么多钱 门都没有 钱拿来 好那这种情况之中 大家就在猜了 会不会把台积电补助款取消掉 他因为川普嘴巴有这么说过 所以如果取消掉 那请问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费用 是不是增高 那你的EPS就要去做下降 这是第一点 所以台积电就提出一个半导体2.0 就是说 我不是我一个人问题 是你们会答下单给我 各方面 所以我觉得 因为到美国市场 台积电也设了 鸿海也设了 所以不是太大的问题 重点应该是在补助款 会不会被取消 如果被取消 那台积电的费用 就会增加很多 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所以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那个Mask要去那边跳舞 跳来跳去 很简单 我很少碰到国家会讲 我降企业税 富人税 个人税 通通降 他说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有能力去买东西 所以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富人税降 所以那个名牌 名牌 商务仓 成长率是最高的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就会大举的增加国债 那大家说 债券的价格的会不会去下跌 所以我就说 债券是目前比股是还难判断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快速降息 他没跟你慢慢来 他也没有跟你说 我要按照失业率 我要按照就业率 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因为他说 他就是要降息 而且是快速 川普讲的是快速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债券的价格 还很难断 那另外一部分 他提倡比特币 帮Mask为什么要去跳舞 Mask就是爱惜比特币的人 他连狗狗币都乱讲一通的 所以他就提倡比特币 而且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很大 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话 那这种部分可能要留意 不支持环保 而且我不会免费帮别人打仗 所以我们要钱准备好 那另外一部分 一切就是向前看起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可能就是在最近里面 川普交易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块 你来看是不是是不是 然后你来看那个因为买东西嘛 然后你看这个AI嘛 绿能的部分 还有有没有看到 我说网路啊 网路 这个是AI啦 这个都是AI的一个部分 这航空嘛 IC设计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他的一些的转换上面 可能跟我们 你看这边有很多 跟我们以前想象的 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川普交易 我们现在能够跟着川普交易走吗 怎么样锁定川普交易 我觉得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 我们现在台湾没有办法跟着川普交易走 怎么说 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受害国家 也有可能是受惠国家 因为台积电是我们台湾跟鸿海 已经到那边去做设厂 没有设厂的 你卖东西全部是10个percent 台湾接单到中国大陆再回来 再卖到美国 那个等于60percent 有可能是60percent 所以是不是直接就找有在美国设厂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或是你本身没有厂这些的问题的一个部分 就是那也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台积电 因为今年从42块已经调到44块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明年里面来讲话 已经到57正负2 假设我们以55块 刚刚也有谈到 乘以20倍本益比 这就是1100 所以他基础价值是在1100块 所以我说1000到1050 你可以留意 20块的本益比已经算很便宜 我昨天看台积电ADR的本益比 大概都快32倍了 ADR的本益比 你机器人本益比 没有台积电 揮达60几倍 没有台积电机器人能够做出来 我随便你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台积电的伙伴们 上游下游其实都比他贵的啦 尤其设备个股 那还有在整个一个所谓的 鸿海 鸿海嘛 在美国去做设厂 今年的EPS本来是10.5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个新的消息 GP200本来预估到12月只能400台 对 现在1000台 哦 这么好 对 所以EPS在把之前失去的EPS 一块钱回来了 所以鸿海200块抵了吗 可以买 200块应该是可以买 为什么可以买 我跟大家讲说 明年调高到15.3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台积 也就是说 辉达未来的财报可能也会改变 所以台积电第四季 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优于期 一个我刚才就讲GP200 它的一个出货量提高一倍 那第二件事情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它的涨价是成功的 那鸿海的本益比要用多少钱去算 要用几倍去算 投资价值叫15倍 那趋势价值叫20倍 好 明年预估赚是15 然后上下0.3 就算15好了 15倍算就225 对 然后那另外一个20倍 20倍趋势码 那大家还记得吗 2029年鸿海的CP价格是多少 300 就是用这种算法算出来的 对 它2029年 最近才发的 2029年CP价格300 那如果是300的话 那它就不欠你了 因为减资嘛 你去乘一乘 刚好就210块 过200 那这个部分大家记得 所以如果也真的回到200块钱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 那我刚才有讲到 请问如果你是辉达 你是MUSK 你的机器人大军 你是要给台湾的小厂 还是给集团 集团啊 所以广达啦 鸿海啦 那自己看嘛 那创意的部分 里面来讲的话 在这个时间拿出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一个HBM 都在涨 那创意未来的整个HBM 它的一个所谓的细致财的部分 就是由它 而且它很奇怪 7月8月9月都衰退 营收都衰退 可是股价居然公布9月营收之后 就开始发人开始买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留意的原因是 海力士之后 会不会有其他的HBM公司交给它 那你看这个成长度也是不错的 那鞋类我刚才有讲说 它是支持传统产业的 它支持传统产业 那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个人的一个所谓所得增加 那大家都会去消费 那美国其实蛮爱跑的 所以很多的一个慢跑鞋 很多的一个网鞋 我们说网鞋 就你球鞋上面是网状的 网资品 其实都卖得很好 那100核而言本业 是创下历史新高 这是你知道 你知道目前公布第三季获利营收高于很好的 就创新高 就一个台积电一个是百合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今年是估3块多 明年估将近7块钱 那本益比还算很低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我觉得未来可能非电的部分里面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我可能也要稍微研究 了解 好 谢谢淑芳老师 请先回走了精彩的故事背景 告诉你了 怎么样调整持股 让你回家做功课了 好 但延续着所谓的川普交易 这现在川普真的入主白宫赢定了吗 如果在接下来 情势再这样发展下去 美元 黄金 所有市场的商品价格 将会怎么样联动 休息一下 期待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